十八樓C座 怎麼這麼人齊 連兩位sir都在 叫我阿王就行了 不用sir上一聲 你叫我阿健就行了 我是第一次做十八樓C座的嘉賓 其實感覺很奇妙 因為我很小時候 每一天在播放的時間等 下午是第一次播放的時候就會聽 而周老闆的聲音是在我成長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記憶球 所以那個感覺很微妙 原來我終於努力到一個地步 可以在同一個場域一起做一個作品 我覺得好像是一班巨人當中 做一些縮小的感覺 要惡高頭望周老闆 舞下三菇 紅菇 還有對我們做時事節目來說 十八樓C座是一個聖殿 即是1967之後 後來誕生了十八樓C座 過了五十年 我們做時事節目的人 去做十八樓C座 我想那個使命感是很深刻的 我要選兩個 第一就是大編輯 因為大編輯 在十八樓C座裡面的角色 簡直是傳媒的代表 他代表著新聞從業員這個角色 另外我真的很想念胡蘇仔 胡蘇仔是代表著 香港人很招職的黃金歲月 連電視台都要抄那個角色 所以我真的想告訴胡蘇仔 很想念你 很想做你 我是很喜歡《舞牙三菇》 它是代表著那種草根 和說真話不需要太複雜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即使是學歷不高的人 但是他還可以很勇於做自己的那件事 我發覺就是 書讀得越多的人 是越做不到這件事的 還有沒有牙都要說話 很厲害 我覺得是很微妙的一件事 十八樓C座五十周年 我有份參與其中一集 那個感覺是一種很厲害的存在 其實電台節目最厲害的存在就是它一直存在 即使世界怎麼變 有多少的政治事件 有多動盪 我們正在做時評節目 有多麼大壓力 但是每一次聽到周老闆的聲音 心都是覺得 嗯 香港都還有周老闆 那個心是比較穩定的 真的 時事劇可以做五十年 是覺得非如所思的 尤其是今天 譬如阿劍 那它一天發很多個Facebook Post 那個世界行得這麼快 但是我們的十八樓C座 仍然可以真的貼著那個視野 一天出 當然我們幕前的那群巨人級演員 是很厲害的 但是幕後都有很多編劇 其實他們都是很厲害的 你想想可以整個劇寫出來 天天交貨 真的糟了也沒那麼糟了 一有機會 就空神惡殺 雨帶挑釁 我們看電視劇那些法律劇多 疑點利益呢 應該貴於被告的 所以都起到衝心感激 香港有十八樓C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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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